俗话说,一天之地在一晨,每一天的新的开始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,起床后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,人的每一个很小的举措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,甚至是寿命造成影响,所以,拥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起床习惯,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,不良的习惯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,起床后这些习惯都会影响寿命,第一,醒后马上小便的习惯,晚上水喝多了, 就有凌晨被憋醒的可能,而人在睡眠时,人体的代谢水平较低,心跳减慢,血压下降,各项生理技能都运转缓慢,如果突然下地去厕所,膀胱在短时间内细速排空,容易又发低血压,从而导致人排尿性晕厥,因此,即便尿憋得再急,也要慢慢起身,在床边调整几分钟,再慢慢走向厕所,第二,醒后立即工作,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很大,很多人一醒就会马上投入, 进入紧张的工作,而人高苏醒时大脑的宫穴处于不足状态,很容易造成疲劳,且工作效率极低,此外,身体很难迅速适应这样快速的转变,强行的转变容易给人体过大的压力,从而对人体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,第三,醒后立即进行剧烈运动, 晨洗运动对于身体是很有好处的,但是,在运动之前,身体往往需要一个过程,将自身调节到适合运动的状态,有些人早上起来马上开始进行剧烈运动,比如仰卧起坐,跑步,广场舞等, 这种剧烈的运动会刺激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,从而打乱自主神经节律,让人一整天都精神紧张焦虑,所以,为了人体真正健康,人们所采取的晨洗运动应该是较温和的, 第四,醒后马上进食,人体的胃在人刚刚苏醒时,往往还处于一个半休眠的状态,需要十几分钟至半小时才能苏醒,这个时候如果立即进食,人容易导致消化不良, 且给人的消化系统带来很大的负担,甚至引发一些消化道疾病,人们晨起后,最好先喝一杯温开水,过一段时间再进食, 六,醒后立即叠被子,中国的很多教育是养成起床马上叠被子的好习惯,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, 在讲究卫生的个人,起床上的被褥里也至少有1500万只满虫,而沉满在干燥, 特禄的环境中不易生存,叠好的被子会保存人体的温度和汗液,给沉满创造了生存条件,从而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危害, 所以,人们在起床后,最好先去洗漱完毕,带来叠被子, 这样更有利于满虫的消灭和人的身心健康。